大陸國家統計局公布第一季GDP增長7.7% 不但低於市場預期也低於去年第四季的7.9% 學者解讀製造業疲軟和消費下滑 預料原本就處於弱膚素的情勢會持續更長時間 中共機關報《人民日報》旗下的人民論壇網站 15日推出一項調查 結果顯示遇八成受訪網民反對中共一黨執政 這項調查後來據稱被迫終止 美國普利茲獎今天公布得獎名單 《紐約時報》在去年10月發表有關中國高層貪污腐敗的相關新聞 包括前國務院總理溫家寶的家族巨額財富獲得國際新聞獎 中國大陸河南省掩飾市東屯村238隻豬89隻狗昨天離奇死亡 多隻貓老鼠也未能幸免 村民懷疑當地化工廠洩漏有毒氣體導致深處死亡 新唐亞太電視總理報導